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鹤旺兰 鹤旺兰小苗 不过有很多话有发现 试问他最近家里养的这个鹤旺兰就是小苗 就是他刚买回去一段时间之后呢 养着养着他出现了一个叶片 长满了很多这个小斑点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黄鹤斑 简称就是叶斑壁 这种情况的话呢 一定要有极细的防治 没有极细的防治的话呢 他会慢慢的蔓延整个脊柱 出现一个不生长的情况 导致呢养着养着 最后只剩下一个花盘 它一般呢就是会出现在这个叶面叶部啊 初步呢这是网色的小点 然后呢逐渐呢 变成了一个圆形的斑柄 像这种情况呢 很有可能就是长时间给它喷水 淘气了这个水分呢 积压在这个叶片上 它就散发不了 所以呢就淘气了这个叶斑柄的出现 防治的方法的话呢 他们可以用到多精灵 给它兑水喷洒 兑水的话呢大概0.5克 兑上500毫升的精水啊 给它整个几句啊 喷洒经营就可以了 每隔10到15天喷一次 延时呢喷洒2到3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它就会慢慢的恢复油力 正常的生长的了 因为多精灵里面呢 它这个成分呢是可以 挤到抗业斑病抗亡业的作用的 还有呢这个杀精消毒的作用 所以呢使用的解释比较的好 好了这期节目就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刚才这个小方法呢 能够帮助到喜欢养 荷旺兰的花友们 好了下期再见